哎 这不是小五吗 小五 你怎么变成一条美人鱼了呀 我知道了 原来是邪恶的老巫婆给小五试了黑魔法 老巫婆说只要小五的尾巴竖起到200米 就可以恢复人形态了 小五 小五 你可一定要加油呀 我也会帮助你的 小五 小五 千万不要爬过去 他会把你的身体弄脏的 我服了呀 小五的尾巴怎么变黑了呀 不行不行 我要给他洗个澡 这个老巫婆也太可恶了吧 竟然给小五设起这么难的关卡 哎 我去小五的尾巴怎么被砍断了呀 现在就让我们看看小五的尾巴到底有多长吧 小五 小五 你的尾巴怎么只有60米呀 Oh my god 我服了呀 小五妹妹呢 是一个永不放弃的女孩子 她又来挑战了 小五 你怎么还从这里爬过去呀 你也太不长记性了吧 你们看小五知道自己的尾巴脏了 专门来游泳池里洗个澡 小五 你也太聪明了吧 哎 我的天哪 这个电锯好吓人呀 千万不要被剧断尾巴呀 这一次呢 小五长记性了 从干净的水里游过去了 小五 小五 你可一定要加油呀 只有你恢复人形态 王子哥哥才会喜欢你呢 哎呀 怎么又是数学题呀 这台难不倒我呢 小五 小五 你就放心吧 这次你竖起了这么长的尾巴 一定可以突破200米的 哇塞 小五真的好厉害呀 他的尾巴足足有290米呢 小五终于恢复人形态了 哦 BOOL